三百六十度旋转特技 走到了魔鬼道路 太累了 全军覆 这就是我们黑岛小分队全员 历经两天毫无波澜的滑行后 决定去挑战开的为数不多的 其中一条黑道 来就这样讲一讲 我们昨天是怎么滑的 我们现在是在哪 我们现在 然后从这里滑下去 然后先 先做这个去的那个安娜叶 然后从安娜叶这边 我们下到这边来 又做了上去 然后再从Picorroyo这边 然后我们 这条红线滑了一下 然后又做了这个上去 又做了那个长的Bercha 长的Bercha上去 然后红刀下来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做Bercha上去 然后从黑岛西亚黑岛 这就是传说中的Bercha 大概每个人都有过摔下去 和射死的经历吧 这一次我们好像前沿都上来了 没有人掉 不过这是刚开始 然后好像慢慢找到做这个的绝跳了 就是中心要往后一样 大家都非常好 全员到齐 来打个招呼 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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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有石头啊 这地方有石头啊 我先去探路啊 哎呦 这一块石头啊 如果有石头我就停在石头 你们就往我那边划就可以的 因为有些石头也许我停不到 既然队长这么说了 那就走吧 好走哦 走吧 我GoPro已经开了 还有没穿好鞋 哦 还有没穿好鞋 没穿好鞋 没穿唯一脚脚没鞋的 开了开了 走啊 走啊 一号 大鱼 二号 好鞋 我来这边 我要 我要摔下去了 哈哈哈哈 你干嘛 别急做吧 哈哈哈哈 前面的坡有多抖 从现在的视线盲区就能看出来 不得不往前一点 就算是摄影师也不好当了 没想到还没就位 这第一摔就已达成了 这 你转完就直接苦干了 哈哈 雪瓣一滚了一路 单瓣一换人也直接缩下去了 看下去了 我完全看不到 还好吗 这算是报平安了吧 哈哈哈哈 我滚 我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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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之前也回不去了 我不敢走了 说实话 我先摔别急 你先走吧 让我 我感觉我这样就可以摔倒 他们都摔了吗 虽然心里紧张得不行 不敢把这种恐慌传递给队友 你走啊 你走啊 我滚了你走啊 你走啊 我再拍 我让他们先走 先找个借口 再缓缓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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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操碎了心 一直示意我们滑下去 接下雪 如果能滚到那里的话 这要是赶紧的 这要是赶紧的 不断了 这要是赶紧的 哇 人家这个才是能玩的 超好的 超好的 牛逼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好 冲了 我要把我储备已久的理论 应用起来了 这个坡的陡度一摔 好像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滚那么远 对不起 我笑了 完了 滚到山坡 滚到山坡 天呐 天呐 滚到哪儿啊 冲冲你先走吧 我怕待会儿撞着你 哦 我先上 嗯 哎呀 我踢下去了 我就要踢下去了 这吹就可以了 我就要踢下去了 第一副雪剧 还没成功捡到 又掉下去一副雪剧 此时队长正在默默地捡板中 你要下去吗 你先走 我拍着 我拍着 我不惯了 我知道 你走吧 哎呦 妈呀 我在这节目是滑还是推 我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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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走了 看一个个 摔那么残 我还是慢慢 往下挪吧 早知道就不下了 早知道我就去旁边那个红线了 我后悔了 这一会儿没人了 才敢说出心里话 我现在腿都已经软了 是下的 也是卡学卡的 但自己选的路 摔着走 推着走 都要走完 我累死了 身体高度紧绷 此时的腿已经慢慢没劲 除了志豪 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人成功下去这条岛 只听说过单板推坡 现在终于知道双板推坡 是什么样子了 主要是下面是个山谷 然后看不清楚下面是什么情况 然后就看了就下去做山谷 不下去了 不知道掉去哪里了 然后现在雪也不是很厚 很多地方都是有时候 哎 越上越害怕 啊 怎么办 啊 好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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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一眼下来的距离 离下去还有很远 想一下 想一下 要不要滑下去 滑 也许能控制住速度 但也许就直接摔到谷底了 前面山谷是视觉盲区 看不见有没有人 有没有石头 不滑 体力可能撑不住了 以前下黑道 多多少少代价摔了能站起来继续滑 这次的坡度摔了根本停不下来 3000年后 先看看高手都是怎么在转弯后控制住速度的 看起来好像很轻松 但滑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而这临时抱佛脚也根本没有用 身体好像被松印住了 往下推一点 然后滑下去 这样至少摔的距离能少点 我可以 可以吗 是 你会怕吗 是 我没想到能见到学生的救援队 我可以 不,如果下降到那裡,你不能再往下 不 如果你有怕下降到那裡,我會往前 待會 你會怕,對嗎? 對 來跟我 不要往後走 往後走 往後走? 沒有,往後走 往後走 如果你有怕 那是我的朋友 我愛我 那是在地上 我會往後走 好的,謝謝 來跟我 走 別怕,別怕 別怕 我還不知道她要帶我去哪裡 好像我沒有怕 往後,往後,往後 我們不要用來 最 servir 對 往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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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往前走 往往前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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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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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已經在人 向ь 另一個位 往前走 那 Shir 上升是一大空的地方 人們是上升 對,對方的地方 有更多空 你往下降到那裡 到那裡 你會看 你會看 你的白衣服 有一個角色的路 你走到那裡 你再往下降 我會告訴你 到那裡 到那裡,到那裡 但注意到人們,行嗎? 下跌很適合,當你到那裡 你站直後,當你到那裡 到那裡,下跌很適合 到那裡,行嗎? 我負責所有人 剛剛那個還陡嗎? 我怎麼覺得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才反應過來,而下跌的這個坡 也是有八十度左右了 雖然是讓我沿著前方的 黑道橫切 雪非常硬,站在山極 看不住,就直接下去了 那一定是在逗我,這個我下不去啊 那只能再往下挪一點 到坡度小短的地方 再往下滑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走 好 OK 慢出第一步了 滑了几下没摔 胆子也大起来了 马上下车 OK OK 马上上车 冲上去 速度有点快了 它冲出去就主动摔了 再一次确认一下路线 我得冲上去 冲上去 我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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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快 冲上去 快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了魔鬼道路 然后整个贴了脸下来的 工作人员去找你了吗 工作人员去找你了吗 对对对对 你是怎么回来的呀 他给我拎指了一条明路 哪条明路 剪垃圾的队长 所以你们是又上去了一次吗 没有没有 那你们去哪了 我们就没下来 你们刚下来 后面很难吗 不是很难 就是一路背吗 就是摔累了 然后 我是摔累了 因为我摔的时候 我是全身绷紧的 现在你头朝下 我知道 所以我要绷紧把头勾起来 我就很累 不是你应该放松 然后你脚就朝下了 不不不不 我有抓学的 要不然我头会憋着 我要把头抬起来 是吗 我不知道 他没摔过 他不知道 我摔过 尤尤后面 尤尤后面 你没摔 我没摔 我一直推下来 你后面找着他们了吗 你后面找着他们了吗 对呀 你一直推下来啊 找着他们了 跟他们一起下来 他在等我等的话 谁找工作人员呢 没有工作人员看我半天没动 然后就过来找我 他被工作人员骂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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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被我骂了 是我被骂了 为什么要问问我 为什么要问我 为什么不理计 他们几个 杰哥第二段 杰哥第二段摔的你看你露了吗 第二段没完 在你后面吗 你后面摔的吗 我摔过去露过杰哥 杰哥滑了一会又摔了 我看摔着过来了 不是 我看你们都摔了我就不敢下了 走吧走吧 一个弯都没转基本上 之后那一块我就觉得肌肉紧绷 你后面一直都是推下去的吗 一直全程推下去 也是很厉害能全程推 杰哥还缺你了 摔了两次什么感受 三次了 三次了 我刚刚我会说很装冰的 从最后面那一段路下来的时候 摔倒了 上面那两次我觉得摔的是应该的 第一我记住不过关 第二也有一些客观原因 因为今天有冰对吧 也不是我们全部的原因 我们继续是一般般 但是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冰 对吧 然后最后一摔 最后一摔 是我自己装的 我自己装的 我自己装的 第二天我们划的都非常的平稳和安全 每天早上从十点到下午四点半 雪上关门 是划了有大概二十多千米 但即使是这样也非常的不过瘾 所以第三天我们决定上黑道试试 其实之前我们有陆陆续续成功下过好几条黑道 顺利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 有一种包扇的感觉 但也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比如有碎冰球和雪包 或者像这一次雪不开后会露出石头 也慢慢意识到即使是同一难度的雪道 在雪矿和天气不一样的情况下 其实真是难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不过也是因为挑战了舒适区外的雪道 才知道了有哪些基本功还不够扎实 这次一下从愚昧之爹跌了下来 决定下次上黑道前先好好练习和还将 也就不会像这次这么心虚和无助 另外就是心里的恐惧 对陡坡和对前方位置路况的恐惧 其实会非常影响自己的信心 如果问我下次还上黑道吗 答案是肯定的 这种挑战带给了我日常生活中很难体会到的心跳 挑战成功的快感和自信 以及过程中的宝贵体验 这些都是我的快乐源泉 如果有同样喜欢挑战的朋友 一定要能正确评估自己的水平 其实快乐的感觉不是只有靠挑战才能获得 有趣的朋友 稳定的进步都能带来不少的快乐 最后祝大家能安全滑雪 感受到滑雪的乐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